大家好,我叫楊瀟莉。 我今天要講端午節的由來。 在中國古代的時候, 比秦始皇還統一天下之前有七個國家。 這七個國家是秦、楚、魏、齊、韓、趙、煙。 在楚國有一個人叫屈原。 屈原跟楚王說要跟齊國聯合打敗秦國。 可是楚王沒相信。 然後那些小人都說屈原太露鎖了。 所以呢,那楚王就把屈原趕出去了。 屈原寫了很多詩。 過了不久,秦國打敗了楚國,把楚國滅了。 屈原不想看到他的國家滅了。 所以他就投江去世了。 老百姓都聽到屈原去世了。 他們就划船在江上面找屈原。 但是呢,江那麼大怎麼找到呢? 所以呢,他們就划小米在河裏面。 所以那些魚不會吃屈原的身體。 然後呢,有一些人就倒酒在河裏面。 所以那些魚就會昏倒。 然後呢,華小船也變成了賽龍舟。 大小米在河裏面變成了吃粽子。 然後也喝酒。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的端午節。 謝謝大家。 你好大家。 我要講一些謎語。 一間屋,緊關門,外邊熱,裡邊冷。 是一個東西你要用的在家裡。 有一個小姑娘。 身在水中央,穿著粉紅衣。 坐在綠船上,是一個植物。 一家五口人。 各進各等門。 如果走錯門,就要笑死人。 一家五口人。 是要平常用的一個東西。 是要平常用的一個東西。 不是。 不是。 一家五口人。 各進各等門。 如果走錯門。 如果走錯門,就要笑死人。 不是。 我們還是覺得是手套。 不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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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 是。 晚上用的,晚上用的,中午用的 是衬衫的扣子 麻房子 紅帳子 裡面住著一個白胖子 啃啃嗆 有後悔 又讓我看 toes明 拓趴 有前後悔 biom